注意看有个电脑它难屏了 看这个难屏的代码是有点熟悉的呀 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说是什么问题呢 一打开显卡跑分就高负载难屏重启 风扇狂撞然后自动关机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 事实呢也确实是这样 刚刚我就跑分跑着跑着突然就难屏了 重启之后可以再次开机 但是这个电源指示灯在不断的闪烁 同时呢风扇也打到了最大 风扇开始狂撞 并且呢它的设备管理器里面 已经识别不到独立显卡了 这就是单纯的不论卡 只有一个机显 不出意外的话过的一会儿 应该就会自动关机了 是吧 现在这个机制啊 我都不知道出于什么意义 它如果不识别到独立显卡 就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 像这种蓝天的模具 还有拯救子已经开始出现了 机传机现象 静置一会儿再开的话 又可以识别到独立显卡 驱动也能正常出现 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考机看看 OK跑了不过五分钟不到 又开始画面停住了 又闪蓝屏了 紧接着很快就重启了 重启完之后又是不论卡 然后风扇狂撞自动关机 就这么循环反复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 游戏本应该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了 特别是像这种高端一点的游戏本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显卡这类的问题 这台呢是3070的显卡 不挠啊 这个硬盘还是火影的贴牌硬盘 这个是火影的品牌啊 蓝天的模具 我们直接把它主板拆出来看看 那么相信经常看维救视频的 肯定也知道 这种蓝天的有个通病 就是它的核心供电MOS管 这个之前呢我也提过几次 很熟悉的MP86-941 反正近几年修到的游戏本 大多都是这个型号的供电管 可能是用的多 所以它坏的也多 同时它配到的也是MP的供电管理芯片 这个芯片有个通病 就是它的49V分压检测也容易出问题 修之前呢测一下这个分压1.2V是正常的 那既然分压没问题 那就直接对它的MOS管下手了 3070总共是6个MOS管 从1650开始到现在的3070 蓝天的大部分都是用这个MOS管的 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大多也都是这个MOS管在搞事 40系列的显卡就见不到这个型号的管子了 40系列换了另外一款型号 但是好像也修到过几次 我们先把这6个MOS管取下来 因为它现在冷截的状态下 你怎么测它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测不出来 它只有高温的时候才会掉链子 所以呢稳妥起见 把它6个全部给换掉 这是我最近两个礼拜换下来的 这个型号的MOS管 也算得上是一个通病了 像这种常见的比较容易坏的MOS管 我也买了很多 哦 就是它了 我们给它准备6颗把它换掉 OK 那么很快 这个MOS管已经是装好了 检查一下银角 看一下有没有空焊的 焊点呢也是饱满 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刚刚吹完 所以它的温度比较高 先让它冷却一下 那么同时呢 又打开一个战神游戏本 它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开机看看 这个是英特尔的 也是RTX的显卡 同样呢 看这个外观 你就知道它是蓝天的模具了 开机呢 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它就识别不到独立显卡了 这个连蓝屏都没有蓝屏 直接就是不愣卡 这个是3060的显卡 我们不用多想 指定又是MP8691的MOS管 那回到我们火影这一边 MOS管换完之后 现在也冷却了 再来上电 测一下各个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挨个测了一遍 波形都OK 那就可以装机了 装起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烤机试试看 还是我们熟悉的甜甜圈 之前呢 差不多跑个十秒二十秒就不行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快 跑到最后可能直接就不能卡了 现在可以跑起来 我们给它放一边 先观察一下看看 战神这一帮 这一台我拆开看了一下 这也太熟悉了吧 这个供电布局 它这一块都已经有点积灰了 3060啊 总共是五项垫 这蓝天够抠的呀 像这一款 它的这个分压就容易出问题 来测一下吧 1.2也是正常的 那不是分压的问题了 看来还是电路上面有问题啊 换完之后 咱们亲爱的3060显卡也出来了 RTX3060 终于可以不用再自动关机了 设备也都运转正常 隔壁这台火影的呢 烤机也都OK了 这也烤了又蛮久了 都没有掉链子啊 虽然故障现象不一样 但是原理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显卡的核心供电 不稳定导致 那么虽然不是同一个时间 但也是在同一个地点 看这个外观 很容易看出来 这是一台蓝天魔具的电脑 机械师哦 3050显卡消失不进 自动关机 风尚狂撞 开机之后呢 果然只剩下一个 孤零零的极限了 显卡呢 不到哦 直接拆开 是吧 3050 焕发新生 都是难兄难弟啊 刚刚我们看到这三台呢 都是蓝天魔具的 难道只有蓝天的才会这样吗 错了 别忘了咱们的惠普 暗影精灵6啊 它没有黑屏 它只是布楞卡而已 这也是刚刚蓝屏之后 出现的布楞卡 爱奇事代 RTX2060或者70的显卡 看到此情之境 红机也不刚试落啊 纷纷开启了蓝屏状态 好了 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我又得干活了 我这么说 就会变得到 我已经有点